位在大安区华生里内延吉街137项的单行道 有李明向里长陈金花反映 希望划设人行道 并且也已经在11月底开始动工 没想到人行道却坐得太宽了 反而造成李明的困扰 明明就有划设人行道 不过车子来了 行人还是得赶快闪一边 延吉街137项单行道 因为有李明向里长陈金花反映 希望划设人行道来保障民众的行走安全 不过向道不宽才3米7 光是人行道就占了快一半 设计不当反而造成危险 我们这边这条人行道是有怎么样的状况吗 因为这边车子都走得蛮快的 而且行人在中午下班时间吃东西的人很多 那那个李明就说用个人行道 那OK嘛对不对 但是因为施工单位把人行道的宽度化得太大了 更夸张的是 原本在11月底就完工的人行道 到了后半段的绿色扑面 却只上了一半的颜色 让里长当场向新工处反映 施工过程实在是太过草率 所以那现在我们就重新规划 就以一米为 人行道化一米 其他还给汽车来做 车子来做这样子 所以应该会很快的来解决这件事情 让那个行人里汽车都能够安全的在这条马路上行驶 理想曾经华和议员助理要求新工处把过宽的人行道 剥面缩小成一米 让车辆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通过 新工处也当场承诺 会赶在农历年前失作完成 让人车不再征道 并且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众家台北新闻李依儒 采访不到